2011年8月,小玲和男友简连吵离家之后,提出回自己的老家为爷爷过生日。 简连便把小玲送上开网云阳的汽车。 晚上,简连打电话给小玲,想问问她到家没有。 可是小玲的手机始终没有人接听。 过了几个小时,简连不打了小玲家中的电话,但是小玲的家人却说小玲并未回家。 两天后,小玲家人确认小玲失踪,报警并开始大范围的寻找。 然而,三年的时间过去了,简连和小玲的家人除了到各地寻找,还通过微博、网络寻人的方式寻找小玲。 但小玲始终有无音讯。 我们掌声邀请出这位告白者。 请自我介绍,你的名字很复杂。 对,我是来自除信工商大学的大师学生,我叫简连。 VCR当中说的那个女孩小玲找到了吗? 没有,没找到。 那你今天来向谁告白? 我今天来这里的话是有两个目的的。 第一个就是寻找小玲。 她当初失踪之后,我们和她的家人一起想了很多办法。 很多好心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消息,比如说说在哪儿见过她呀,比较像她呀。 当时的话我就是比较着急嘛。 只要听到一丁点的消息,我就跑过去。 比如说他们说在成都见过,我就去成都。 在湖北见过,我就去湖北。 在长寿见过,我就去长寿。 但最终的结果都是没有任何的消息,全都是无辜而返嘛。 我是非常的内疚的,因为这件事情毕竟是因而起。 如果她前一天晚上没有和我有一个小争吵,她是不会提出要回家的。 你跟她争吵了什么呀? 其实我和她就有一些小矛盾,但是她以前一直都是只生我的气,她不会和我吵架的。 那她怎么会突然之间就走了呢? 因为第二天也是她爷爷过生日嘛。 然后她就和我吵了一架,然后又非常想念家里面,就坚持要回去。 她走到现在有多久了? 有两年半,将近三年了,都没有一点点消息。 我们有小林的照片,我们来看一下小林的照片。 就希望现场的观众朋友,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,如果你们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,或者说是觉得比较像,然后请一定要联系一下我,或者说他们的家人。 如果小林你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个节目,看到了我,请你一定要回来,不要再为两年多前我们的争吵而负气了。 你知道你家里人真的非常着急,特别是你的妈妈。 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,非常萌,非常可爱,甚至有点呆的女孩。 她如果好的话,她应该会回家,她肯定认识路,对不对? 再次不计,她会报警。 这很有可能就出了意外了。 我们去报案,她们就说,至少三年来,你们没有收到什么坏消息。 她说,这就已经是一个好消息了。 那你来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? 向另外一个女孩告白。 如果她回来怎么办? 因为我现在找她的话,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愧疚,一种责任感,甚至是有很多的亲情成分在里面。 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个很适合我的女孩。 我觉得我找她肯定会一直找她,但是我今天来就是向另一个女孩告白的。 我们的编导尝试着跟小林的家人想联系一下,了解一下小林的近况,或者是她们还有什么线索。 一开始呢,跟他们联系的过程当中呢,还能够有联系,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,后来就联系不上。 那么我们也非常的奇怪,为什么简练会在这个时间口到我们这个舞台来告白? 这是为了什么?来,我们来看看VCR。 在小林失踪的这两年多里,她的家人和男友简练一直天南海北四处寻找。 只要有人提供线索,简练都会前往去寻找。 可惜每次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简练渐渐变得疲惫和迷茫,没有了刚入学时候的意气风发。 2013年的一天,简练在学校的操场上,恍然看到了小林的身影。 一时间,简练脑子发空,迷迷糊糊地跟着这个曾经熟悉的背影走了好久。 终于,简练鼓起勇气,追上去。 小林。 女生回头的瞬间,简练几十多,有惊讶。 这个女孩虽不是小林,但却和小林长得太像了。 通过交谈,简练得知,这个女生名叫小琴。 半年过去,简练和小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 渐渐的,简练发现自己喜欢上的小琴。 在室友们的撮合下,简练和小琴走在里面。 好,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,看看陈岳明会不会来到现场。 五,四,三,二,一。 一。 天上白云一朵朵朵,都驻扎黑腿。 陈岳明会不会来到最爱的那首歌,最爱的影哲。 陈岳明,你好。 你手冰凉的啊。 嗯,有点紧张。 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? 不知道。 编导没告诉你? 没有啊。 那你现在感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? 不知道。 不知道。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? 嗯,可以。 现在属于就是这个病的缓解期,然后可以出院几天,然后过段时间再回去检查。 你怕吗? 嗯,不怕。 你倒是来得快也去得快啊。 还有话吧,没话我就挂了好吗? 我现在不想说了,我该说的也都说了。 给你自己个人了。 我只希望你拍着良心说,你说的哪句道是真的。 有的时候,世界的真相就在自己的脸上摔了个耳光。 不可能发生的事。 往往前一句还信誓旦旦,后一句便后悔默契。 这事真的发生了。 你说你信小杰,你不信任多年的闺蜜,但事实你也听到了。 现在在回想你刚才说的那句话,我有哪点不如他? 有的时候,这个女人的标准跟男人的标准真不一样,而且跟品德也有关系。 确实,乍一看,我觉得你更热情火辣,你比小旭更漂亮。 但是你像。 我说去凭良心的话,一般男人的审美都会认为那位适合做老婆,这位适合做老婆。 好朋友,好朋友。 对,但是第一眼看上去,肯定还是冰心更加惹眼。 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的高跟鞋,像两把匕首一样,很吸引。 但是可能随后就会觉得,这个生活要是这样刀光剑影。 其实冰心平时的状态也并非就像今天这样刀光剑影,像今天这样的咄咄逼人。 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优点。 其实上我觉得你们更应该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,珍惜你们彼此的友情。 不要平时我可以为闺蜜两肋插刀,一旦有一个男人出现了,我就插闺蜜两刀。 你后边不论传播谣言也好,还是说抢他男友也好,这种报复性的行为,我觉得对你们两个人真的都会很受伤。 其实说句实在话,今天应该放罐鞭炮。 今天是好事。 对。 一个渣男离开了你们俩的生活。 对你们俩是危险解除,同时让你们更容易看清自己。 不是挺好的事吗? 你应该践行你的承诺了。 要低头是很难的。 尤其是像他这种个性的女生,要在重目睽睽之下,自己扇自己的耳光是挺难的。 是很难的。 就是这样的女生,要在重目睽睽之下,自己扇自己的耳光是很难。 既然这些天我们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,但是过去了就过去了,说开了就好了,我们不要再想那些了。 真的对不起小雪 你还恨我吗毕竟 都是我不好 之前的事情我必须要跟你道一个歉 是我自己被爱情冲毁了头脑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 都是我的错 是我太不相信你了 谢谢你 谢谢你还愿意